陛下 武才人 你是 陛下刚才走得急了 怕武才人跟不上 吞命小人前来接应 陛下此刻在哪里 武才人随小人来便是 陛下 陛下 武才人还没跟上来 要等他吗 不 是 陛下呢 武才人 切莫心急 陛下很快便到 刚才在围炼时 为什么一时没有见过你 就着马头 回去 是 分头去找 找着五名娘 把她保护起来 是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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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美女 美女 驾 驾 玉玉 我姐姐 驾 驾 我姐姐 我姐姐 驾 我姐姐 陛下 住手 立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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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立霄 违抗圣殿你好大的胆子 朱砂此女 是臣卫国尽诛的本分 李修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臣擅作主张 自当以死谢罪 儿臣叩见父皇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两日 儿臣禁足反思 身毁自己犯下的荒唐行为 请求父皇原谅 特来赴京请罪 没想到 方才多亏了你 做得很好 谢父皇 儿臣四处查看一下 看是否有其他党允 去吧 是 媚娘 来 朕真怕宗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陛下 还好有情无险 结果 好 这 明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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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利 自圣 明鸟 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陛下 陛下 小心啊 陛下 小心啊 醒了 伤口还疼吗 陛下 这么晚了 你怎么来这儿了 没事 朕从小就在这城墙上玩 已经习惯了 玩 这城墙上有什么好玩的 磨练自己 磨练自己 磨练自己集中意志的能力 磨练自己的胆量 这又克服了恐惧 才能在危机关头 保持头脑清醒 不至于因为害怕 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来我上去 我要上去 我要上去 你还要上去 到了即时今日 还有什么人和事 是陛下会顾忌的吗 事不懂 唯独朕的江山 这是根本不容有事 陛下 妹娘只是一个女子 我的世界很小 不会像陛下一样 心里时时刻刻 要记挂着江山社稷 陛下 你若还是不放心妹娘 你直接跟美娘说就行了 妹娘会自行了断的 不需要劳烦陛下 还要派什么刺客 朕没有派刺客杀你 那是李霄那斯自作主张 说到底 陛下还是信了这女主武士的传言 既然如此 妹娘 就不需要再常办君子了 我 要做什么 你疯了 陛下 陛下 大喜事啊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贺喜之友啊 长安快马来报 双喜临门 这第一喜来自前方 侯军级大将军 已率大军冲出了西域沙海 自气口一路大破高昌军队 谁撑想那居温泰 竟被吓得肝胆剧烈而死 这不是大喜吗 现在侯将军大军 已离高层层不远了 这要走出那片死亡沙海 这仗就算打赢了 侯军急阵是饱刀未老啊 是啊 那第二喜呢 回禀陛下 第二喜却来自后庭 恭喜陛下又得龙肿 萧强萧才人 有喜了 媚娘 恭喜陛下 嗯 别捡了 都是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把他们扔了吧 陛下呢 他回宫了吗 人在哪儿 回禀结瑜 陛下一回来 便改赴乾祥宫 去探望 萧才人了 母依自归 现在萧强怀上了龙肿 陛下对他多一点关爱 也是应当的 其实 结瑜也不用太难过 那萧强不过是一时走了狗屎运罢了 将来啊 肯定有他倒霉遭报应的时候 他那样的恶人都能怀上龙肿 像结瑜您这样菩萨心肠的好人哪 自然也能怀上 真是孩子气的话呀 不过 你说得倒有点道理 自古以来 福祸相宜 智者 总是能够从祸事中 找到立于自己的转机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武才人 媚娘 媚娘她怎么了 听说武才人去离山狩猎时 遭遇刺客 差点命丧当场 你快去膳房准备一些酒水 随我到清宁宫去 是 都好几个月了 才来禀报 威妃 你就一点不知道吗 你是干什么的 还有你们 都是干什么的 请求陛下相对 回陛下 不怪他们 是臣妾疏漏了 也怪这个孩子无知 听信些许流言 宫中盛传 匹街微墨的宫人 怀了龙肿 应赞不与人知 悄悄养胎 等待时机成熟之后 才上报内事件 这孩子 居然拿了床单裹肚子 还穿着宽松衣衫 来掩饰 等我发现的时候 为时已晚 是臣妾疏漏了 好了 别哭了 现在一切都好了 你起来吧 谢陛下 你们都起来吧 是 回陛下娘娘 萧采人受孕已有四孕 但是胎气不稳哪 才人 心火过旺 却又阴智太虚 这一寒一热 对养胎不利呀 他为这孩子受了不少罪 一定要保住 以微臣之见 才人应减少走动 须卧床休养 更不可 过喜过悲 伤了元气 这是其一 其二 应以当归韶药散 调理阴气虚致之症 以不顾温卿之法 逐月安胎 对 这么严重 不能下地 我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 周太医 朕音质太虚 会不会是因为 朕酒后使他受孕所值 敢问才人那日 是否也饮酒了 这就是了 才人体质本来虚弱 又在大寒节气里受孕 导致胎床受损哪 以臣妾之见 强儿你就先不要挪动了 在本宫的西殿好好养胎 等龙嗣瓜熟地落之后 再做安排 陛下 你看这样可好 请陛下恩准 强儿也想在姨牧处安胎修养 这样也好 从今以后 你就是朕的结余了 好好在这儿住着养胎 有你姨牧照顾 朕也放心 恭喜小结余 傻孩子 还不快谢恩啊 臣妾 谢陛下恩宠 你好 小羊在内秦 小财人回了龙主 真是好运气 吃小�鲫鱼了 小鲫鱼 徐姐姐 来 你怎么来了 不知你今日是否有兴致跟我小酌一杯 来 王爷 您找我 本王期待已久的一场热闹 没想到居然演变成如此局面 我那个太子哥哥也真是的 为什么不听父皇的话好好待在东宫 竟然一个人去了离山 去就去了 本以为他只会领到父皇的一顿责罚而已 但是不曾想 却让他误打误撞救了五妹娘 还让他在父皇面前立下了一宫 殿下息怒 让本王如何息怒我 那个五妹娘是死是活我不管 但是我真没想到那个太子哥哥 怎么会如此揣脱圣意 他吃了什么神药了 最可怕的是 不但五妹娘安然无恙 这太子还因此女儿受益 这二人倘若联手 一同壮大 恐怕王爷的争宠之路 便是难上加难哪 难上加难 难上加难 我怎么会不知道难上加难哪 赶紧给本王出主意啊 是 王爷 依微臣看 那五妹娘倒是不足为据 就算王爷不治她 以为妃的手段 此女也难在后宫久存 我原本以为这五十欲言一出 按照计划 能把这火烧到太子身上 可是不成小为妃却突然出手 那我们不妨把这火 重新烧到太子身上 如何说 明日早朝时 你可让那维渊城 安排一个可靠的 但在朝中地位无足轻重之人 向陛下请奏 欲言一试 须一处而改国运 这岂不是容易引火烧身 太子的性情您是最了解的 他总是善于自乱分寸 自暴其短 数欲净 但风却不能止 请 姐姐 你已经很久 都没有找媚娘来喝过酒了 今日媚娘心里 真是高兴 媚娘 说实话 我曾经妒忌过你 但我真没有想到 那日为陛下宪武的时候 他会宣你前来 对不起 别说什么对不起 我知道 姐姐 绝不是 有意要伤害我 你看 这镯子 不是好端端地戴在手上吗 而且 从没有从这手上 离开过 一刻 这些日子一来 我真的是寝食难安 若非得知 你在离山遇了险 我还真是无言前来见你 你肯原谅我 真是太好了 姐姐 我记得刚刚进宫的时候 我曾经想着 这宫里 就应该是一个岔子烟红的大花园 陛下啊 可以在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心境里面 选择不同的 红肥绿兽 那样才是最好的吗 可是现在想一想 那个时候 真的是天真的可笑啊 来 为我们初入宫时的天真干一杯 来 今日晚上 没有陛下 只有我们姐妹 所有的情谊 来 干这一杯 干这一杯 你 不过 妹娘 你屡次遭受这么大的变故 你可曾后悔 入这身宫 可曾后悔 爱上陛下 从不后悔 姐姐 我记得 还小的时候 也曾经有一个人 让我很失心意 甚至那个时候我傻的 把祖传的 玉佩 拿去换了一个她最喜欢的 狼牙班纸 那个时候 我们两家是世交 而且她们家还向我们家提了亲 若不是 后来她卷入了李孝城 反叛一案 说不定 我还真的就嫁给她了呢 那妹娘 这个人 叫什么名字啊 她的名字啊 叫李牧 嗯 李牧 李牧 你说这个李霄 做了朕十几年的贴身秦位 可谓是忠心耿耿 这次 为什么突然擅作主张 要杀了妹娘呢 陛下 您不是也没有兑信三个月后 杀了武才人的承诺吗 朕说的是三个月后结束此事 从未说过要杀她 陛下 结束和杀 从字面上很难区分开来 所以李霄曲解了陛下的旨意 也就不足为奇了 陛下 陛下 照你这么说 便是承认 你指使李霄了 陛下 微臣不敢 不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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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ma 陛下 July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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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кunted 陛下 院章下 对上 部分部分 G作爽 让神 必不幸 我肯定告诉姐姐 陛下绝对不会 可是事到如今 没娘 没娘真的不敢说 来 说好了不醉不归的啊 别让我再睡一会儿 我再睡一会儿 太北要心 你主武士 他可以信你一次 护你两次 可是如果有一天 事情发展到 女主武士的预言 会牵扯到大唐的安危 而你是最大的嫌疑者 到时候江山美人 你觉得他会选择什么 陛下 我不会再让你为难的 卫大人到 殿下 老师 此文已写好 您看看还过得去吗 好 这篇自荐书 足以证明殿下悔过的诚意了 明日上朝之时 就把它承与陛下吧 老师 这五妹娘 我是否救错了 殿下安心 老臣向来以为 人的命运 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 与天无关 就算天要灭她 她不是也因为 殿下活下来了吗 同样的道理 若此女以后存了 祸国的心思 那么无论是老臣 还是长孙无忌 甚或是房相处相 我们这一干人 都不会让她存于世上 今日中外卿 还有别事要义吗 回奏陛下 高昌一议 我大唐已稳操胜券 陛下可否考虑出兵剿灭 盘踞在我国北方多年的内谷叛军 当年隋朝阳帝 屡次发动征讨北方叛军接拜 一致隋朝清赋 从大局考虑 北方叛军迟早是要打的 但是 我们现在还没有连续发动 两场征讨的能力 先缓一缓吧 况且北方叛军在北方经营多年 不比高差 许得朕 亲自率兵征讨才行 等什么时候 城前能踏踏实实监国了 朕才能放心地出发 而臣定当立经图治 争取早日为父皇分担国事之忧 启离陛下 微臣有奏 张元稷 您有何事要走啊 近日 因预言一事 滋扰着整个大唐 使得举国上下 人心惶惶 加上 钦天剑 李侍郎 一息暴毙 女主武士 更是模糊所指 才使得朝中 以及后庭 图添了诸多的烦恼和猜忌 实乃微臣所不愿见的 陛下 微臣有意法 可是其预言彻底终结 哦 赵元稷 你有何法呀 说来听听 谢陛下 臣以为 国之根本 乃为君者 而非造货者 若是此预言 果真能使唐 三代而亡 那 是不是因为 大唐帝国的储君 平庸其身 而 昏溃无能啊 所以 恳请陛下 不妨 一处 而改国运 彻底击溃 此不祥之预言的根 仁稷 大胆张元稷 你一个小小的义侍郎 竟敢无端地弹劾太子 你可知道你刚才的话 小则是以下犯伤 重则是形同谋逆 来人哪 把张元稷拖下去打入死牢 陛下有旨 将张元稷打入死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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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臣对陛下 对大唐的忠心 日月可见 陛下 臣忠心可见啊 陛下息怒 陛下 此了口出狂言 玷污太子 实属大逆不道 李鹰即刻诛杀 散筹 你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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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稷该死 殿下 下去 殿下息怒 这时候我还喝什么药 殿下 你手破了 殿下 让臣妾看看 伤到哪儿了 我没事 唐 三代而亡 臣妾你说 本宫是否真的昏溃无能 毫无治国之才 也罢 你们都是东宫的人 怎么样都说我好 只恐在父皇面前 我已经是扶不上墙的烂泥了 你还记得 此预言刚出时 你是怎么劝我的吗 本宫若早日上奏父皇除掉五妹娘 又何至于献自己于这般困境中呢 万万不可 啊 殿下 万万不可呀 万万不可 将此奏书称于陛下 卫大人未经通报 擅闯东宫 未免有些不妥 既然卫大人跟殿下有要事要商议 臣妾便与吴关仁等退下吧 臣妾 太子妃请留步 老师您若不是带来父皇处死张元记的消息 说什么我都得奏请父皇处死五妹娘 否则下封奏书 就是我被迫写下退位诏书了 为了一个女主武士的谣言 殿下便要除掉五妹娘 那日后若是再有类似的预言 殿下可是要大开杀戒 这岂不是坐实了旁人指摘殿下昏溃 配不上储君之位的传言吗 可是现在朝中大臣已经有人弹劾本宫 总得想办法应对呀 其实那份自荐书就足够了 张元记被打入死牢 足证殿下的地位 并非你想象的那般岌岌可危 五妹娘到现在还活着 更证明陛下对此女有多么在乎 如今东宫正急需在后庭有这样一位朋友 共渡难关 殿下是否记得老臣曾经说过 雪中送炭的朋友方显可贵 殿下在离山救下了五妹娘的性命 她一定是心存感激 狮子聪一世 可见此女绝非一语之辈 像五妹娘这般聪慧的女子 她一定清楚自己的处境 所以此刻正是趁热打铁 让五妹娘心甘情愿地上东宫这条船的大好时机 殿下怎么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呢 老师言下之意是 我需让五妹娘明白 本宫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推她去做挡箭牌 是 要让五妹娘明白 殿下与她是同仇敌忾 只有保住了殿下 同时保住她自己才算破了这个预言 殿下想一想 就算五妹娘死了 以后针对殿下的谣言和弹劾 就会停下来了吗 不会的 本宫明白 本宫会重写一份字简书 上奏父皇 可是老师您也说过 你我的身份 并不方便借借后宫女子啊 或许臣妾可以帮得上忙 老臣正是此一 不许臣妾 张元稷招了没有 是不是为元成指使的 此人倒是个硬骨头 虽然用了很多心 但他就是不肯招供 那就继续审问 继续上行 是 可 可是陛下 臣有些疑虑 你说 怎么了 臣以为啊 维元成并非真正的始作俑者 他只是此了 如此大胆地弹劾太子 其意欲何为呢